Hey!Monica 今天來到這條行李在這裡 紛紛暗暗地有很多間都是吉舖 為什麼呢? 經常都覺得買舖要買舖 三大原因 一 買得來的 可能是短線的投資 與低低中長線的地區發展 三 當然是莫收舊重建 那我們站在這裡 Erin 我們現在處身在長沙環兼線里的地方 這個項目是以先規劃後項目的模式 開展兩個重建項目 將兼線里福華街的計劃 與昌華街長沙環兼的計劃合併發展 兩個項目都是以地區為本市區更新模式 作出重新規劃 更加遷用土地資源 重建後可以用樓面面積 可以增加新建的住宅數目 由現時的七百多個到一千八百多個 出來了一天都說了 人流這裡都比行政中多20倍 MyVogue說莫收舊 當然我們做了專業的基金經理 博之揚要計算一下 為甚麼呢 其實你和附近的居民 商戶留意多些新品時 稍為你都可以聞到 在哪區哪個大項目 大機會被收舊 當然行政中的鋪圖時 太黑了 租不難搞 但一出來了時 大家搞好 又光猛又有人流 進化工程 或訪收舊 退化手 找後面的三個租客人 先收租 Monica 後面又怎樣 大家看看這三間鋪圖 我們盛會在2021年1月份 以1800萬買入了 兼線里41號鋪圍 之後還分別租給三個不同的租客 我們前貨了8個月後 在2021年9月份 我們收到事件局行券 公佈了兼線里福華街 這個重建項目 還立即凍結人口 到2023年 即今年的4月份 我們收到事件局的收購價的意義 到6月份 已經大約超過85% 業權的業主 他們接納了這個收購條約 我們相信項目會如期進行 不要以為市區重建局 只是收購舊樓 其實這個公園 是肉圈都爆滿的 根據事件局的初步資料 項目會興建兩座的住宅樓宇 亦都會提供 一個750m2的休息空間 和隔離一個9000多m2的 休息空間的配套互相共用 而且還會興建兩條 分別橫跨 昌華街和長沙環道行人天橋 再連接兼線里和長沙環道 附近的社區設施 事件局預期2031年 這個項目就將會落成 相信到時附近的環境 應該會換言一身 其實我們勝匯雙負基金 買得到的舖 打算拼收購的話 當然不要偽負責 買桌子樓 如果收購收多少錢 亦都因為這樣 事件局提出的收購價 我們亦都已經接受了 對呀 收購價 連同特別津貼 韜韜貨是2400多萬 比起我們當初的買入價 足足高了大約37% 而這個項目 相信會在今年的第四季 便會完成收購 所以相關的收購利潤 就在2024年 1月份 預期便會派息給投資者 我們的商店基金 每季雜資 亦都每季派息 接下來12月份的時候 歡迎聯絡我們同志們 再見 再見 再見